网哥 不好了 嗯 内务早留恒 处生早告足 宿管问题早损量 实在还不行 就直接丧报屎黄 你来找我干嘛 都不是 是车 你的那辆车 我车怎么了 被赵光义他们给拆了 怎么 喂 你们在干嘛 啊 网网先祖 你来了 你们胆子可真够肥啊 我的车子你们都敢动 那个 嗯 我教赵光义开车 然后他好奇 这辆车的运行原理是什么 说实话我也很好奇 然后 然后你俩就把策给踩了 赵光义腌的 真的真的 你他娘的 踩过五天 你又开始帮他了 答的还不够吗 你俩给我赞好 一个不学无数的 舔财皇帝 一个搞两河策绳 你们俩可暂时有本事啊 这是围层围仪两策 你们居然也敢踩 都是赵光义怂恿我的 放屁 你说早就想拆了 我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行了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撞好 这个 怎么 会踩不会撞啊 这个造车工艺 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百倍 已经拆下来不少零件了 有好多我都忘了 是从哪卸下来了 那我问你们 你们研究出什么磨 有有有 汽车主要是靠发动机产生功力的 对吧 赫摩得再需要你研究吗 那没了 你压的 今天我要哄了你 叶绿龙絮是叶绿贤的长子 登基时才年仅12岁 朝政一直由萧太后萧燕燕掌控 萧燕燕开始了长达27年的林朝摄政 所以这期间 基本没叶绿龙絮什么事 后宫摄政可不是什么好事 尤其是太后摄政 皇帝还是个小娃娃 没错没错 谁说不是呢 她是个很有本事与野心的人 登基后不久 她便将大辽国号重新改回了契丹 并且被尊为成天皇太后 你看看 我就知道准没好事 没错没错 谁说不是呢 而后萧燕燕一边亲自处理 积压许久的案子 一边任用汉人 契丹两族共同管理国政 契丹在他的治理下 开始展现出了蓬勃生机的盛世雏形 与此同时 契丹不断加强防御与军事建设 为了锻炼耶律龙絮 锻炼耶还会像班主任一样 经常给她安排家庭作业 让她参与国政 凭什么 你是 大汉刘盈 哦 哦 知道了 其实我母后为了铲除异己 同样也是不择手段 但我心里素质好些 并没有被吓到 你他妈内涵谁呢 没 没有 继续继续 烦死了 在契丹强大的国力面前 随后吐蕃 回胡 女真等部落接向契丹朝过 再后来 党向首领李继谦以反叛宋朝 恢复契丹 向契丹称臣 耶律龙絮封李继谦为下国王 后又加封西平王 此时的大辽颇有万国来朝的气势 直到公元1005年 辽 宋签订禅炎之盟 结束战乱 双方往后百年间再无大战 公元1009年 辽朝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萧燕燕去世 这时的耶律龙絮已经37岁 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十权亲政 亲政后的耶律龙絮 欲驾亲征东发高丽 使高丽从宋朝蜀国变成辽朝蜀国 划定了两国边界 稳定了东部疆域 另一方面 耶律龙絮对内实行改革 大力整顿立志 人贤取写 方唐旨 开科取士 使辽朝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 公元1031年 耶律龙絮假崩 终年六十 不愧是我儿子 看这大辽后世皇帝如此有才干 我心甚畏啊 不敢当 这些都是后世应该做的 你们听听 这是我不想骂 是根本打不赢骂 这时的辽国国力强悍 大宋能和他们打个比 中国人北海岸 中国人人 他忍不知 中国人 作为 这时的辽国 中国人 这时的辽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